搬游我的小小的后院 这是一个清晨 这个固托的垂直的花铺木架 是我自己设计 然后我自己做的 先是在后屋里头买了一些木板 然后自己把它拼接 我们垫着个垫下一个木架花 花铺的架子 这是我种了一些花 长寿花 香雪楠 香雪楠很香的 花开的时候 处境的门很香啊香啊 少要不已经花被人掉了 这是爬田的玫瑰 也是我在后屋里头买的 八个刀楼 一包 然后整着我们的地理 这是地理的香菜 已经长出了好多的争议 这是番茄的苗 有人已经快要开花了 这个花篮 也是吊篮 在后面里破满的 实际上这三种花是在一个花盆里面 我把它分开了的 很便宜 寄的大概是六个刀楼 然后我把它们分成了 各自分成了三个吊篮 这个吊篮 种了一些葱 然后这根横的木头架子 搭在这个粉丝上面 好 就不影响粉丝的沉重 然后用铁丝 吊了一些很多的吊篮 花盆 吊在这个横架上 好 好 这是我搭的一个架子 两根长条的木头 好 处在地上 然后白色的一个铁支架 然后支撑 然后在支架上面打一块木头 然后放很多的花笔在上面 因为这一面是向阳的面子 所以 我最大的限度要点这一面 好 这一面也可以向阳 我自己搭了两层的这个花木架子 放了很多的花盆在上面 有一些放芹 有酸提的种子 还有一些生菜 好 下面种了一些豆角 生菜 豌豆 豆角 放工具的角落 好 这个是南梅 这个也是番茄 南梅 生菜 我搭的垂直的 菜谱 菜谱设计的 这个是树梅 这个是树梅 我建议呢 它就不像羊 所以建议我就没有整什么东西 好 就是树梅 所以我把它控制在 南梅 这里 进一块地方 一旦入植儿 发的新芽 蔓延很快的 就把它 散除掉 往后一下 稀稀的一点点 这个架子 都是我自己的清水 的 垂直 菜谱 挖梅 比较大限度的利用空间 把向阳的那一面 最大限度的利用空间 最大限度的利用 然后 向阳的空间 某种的这个 耙藤玫瑰 大概种了有 两年 长得很好 有很多的花苞 花开的时候 那个玫瑰的香味 非常的信任 新品 非常的 宜人 种在地里的香菜 给每一颗 半圈鸟 都 做了个姿甲 然后 长一点竹膏 又大了 好些姿甲 方便 豆角 攀爬 好 玫瑰 花宝记得不错 这是我打的 手杆 的架子 将来豆角 长起来的话 它是需要架子 做支撑的 这个垂直的 小菜谱也是我自己搭的 种的是生菜 这些是吊在那个 搭在分石上面的 横梁上的 一些菜 金钱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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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花也是很漂亮的 种的生菜 还有大的架子 我们的颜色 要在这一面 下来两次比较好 所以这面放了 比较多了 我们做的豌豆 香菜 两颗 南眉 灯角 树梅 现在的天气很好 蓝天白云 树梅都能晒得阳光 但是另一条就是因为就没有走上了 树梅能接不少的果 已经看到了有一些果的雏形 树梅的画 树梅是这个锤子 树梅是这个锤子 树梅的树梅 树梅是这个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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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菜 我准备把它擦一样 然后打另外一支 谢谢观看 树梅 树梅